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结语二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第384节 只是这样暖和的衣服 夫君却没有穿上 想到这里星月就后悔的敲脑袋 怎么就没早早的开始做这件衣服呢 听人说 辽灯冷的连石头都能冻裂呀 有这件衣服的话或许会好过一些 夫君最怕寒冷了 听那日木说 在草原上的时候 夫君很少从帐子里走出来 夫君不在 那日木也没了笑容 咬着牙准备回草原的行李 一整天都留在屋子里忙忙碌碌的 这两年多 夫君给他买了好多的东西 连他那些泥娃嘛都不放过 整整准备了三四车 看到这些星月不由的心酸起来 以后那日木就要靠这些东西度过自己的每一个寒夜了 必须走出去啊 星月挺挺胸 最后一遍检查了自己的仪容 这才喊丫鬟 叫仆仪 准备悬食一下家里的产业 奶奶一大早就坐着马车去看云家的封地有没有被人家侵占 男人不在 自己就是家里的主人 吩咐了一声 云家的马车就撵着地上的血粉向长安驶去 程楚墨回到家 都干净了身上的血粉 把全身烘烤暖和了 这才从九一手里接过丫头 扛在肩上满屋子乱窜 丫头笑得咯咯的 但是程楚墨 她的脸上却一丝笑容都没有 夫君 您要是不痛快 就骂切身几句 哪怕打两下 出出气 也比您这样 把心事 别在肚子里强啊 实在是看不下去的九一 小声的对程楚墨说 哼 没有不开心 我兄弟 这就要建功立业了 我这不是很开心吗 打骂女人的事 算什么本事啊 要打 也该去找个身手好的去打 你这句话 倒是提醒了我 曹家的老大 上回骂我 还没找到机会揍他呢 今天正好 找他 松散一下筋骨 说完就把丫头 从肩膀上取下来 放在地上 父女俩连处着脸 亲您一会儿 程楚墨就披上大厂 在九一的担忧中 掀开帘子 又走进了风雪里 自从来到大堂后 或许一切过于顺利了 云叶对于辽东之行 想了很多 唯一没有想到的是 身边的这条黄河 到了三九之时 这条黄河居然会截动 船队进不了黄河 不但是黄河 就连运河也动得硬邦邦的 黄河上用爬里很不安全 但是运河上就没问题了 只要给马钉上带刺的马掌 就没什么问题了 这时候出发 李二他们一定笑得前仰后合吧 义军主帅连这一点都没有考虑周到 就敢叫嚣着要胜利归来 怪不得前些日子 问他们讨要各种物资 会给他如此痛快呢 他们以为云叶根本就没办法 把物资运走 赖传风也已经问过云叶好几次了 为何不等到三月开河之后 等舰队来到长安再出发呢 这样省时也省力呀 将士们用不着走远路 物资呢 也会被大船一次的全部运走 云叶没办法告诉他 如果现在不出发 那等舰队赶回长安 一个来回之后 最少有两个月的时间被白白浪费 如果战事不顺利 到了八月 海面上就会有可怕的飓风 辽东的冬天也会降临 到时候恐怕真的就生死两难了 虽然不理解 赖传风他们还是严格的遵守了命令 带着延绵五六里的军队 在风雪中沿着运河向河北出发 能节省一点时间就节省一点时间 按照现在的条件 辽东这片地方 每年能够自由活动的时间 不会超过六个月 其余的半年都是漫长的冬天 大地也被冰雪覆盖的严严实实 历史上 里二三次争高丽 失败呢 就是败在时间上 够不上了 每回都是五月到达高丽 想用三个月的时间征服一个大国 谈何容易呀 浑身甲皱的云叶早就被冻得全身冰凉 更何况铠甲这东西啊 醉是吸热 云叶甚至感觉不到自己全身还有血液在流动了 似乎血液也被冻得凝固住了 一口云家的高度酒下动 似乎是暖和了一些 云叶知道 这是一种错觉 喝酒不会使人感到温暖 只会加速身体的热量的流失 羡慕的看着那些穿着和熊一样的君族 他们不必顾着什么颜面 穿着皮甲正好保暖 外面再套上羊皮砍件 走着路赶着车 浑身热气腾腾 寒冷对他们来说 那就是一个笑话 看着自己周围那些冻得跟乌龟一样的亲随 云叶决定不再摆架子 从马上跳下来 牵着旺材 在冻得硬邦邦的土地上行走 果然有效果 走了不到一里地 浑身就暖洋洋的 亲卫们也开始有说有笑起来 只有两个二货依然骑在马上 鼻涕都被冻出来了 依然不下马 一个是扇婴 另一个就是要和扇婴死扛的狗子 俩人的铠甲很像 狗子甚至给自己准备了一对锤子 他对老兵的链子锤 很是欣赏 所以呢 也给自己打制了一对 人家是一只 他的是一对 不知道他准备怎么耍呀 全副武装 五十里 就足够了 云野一声令下 大军开始扎婴 这次没有立寨 大冬天的土地都被冻的和砖头一样辞职 只能把大车围成一圈 就算是扎了车营了 大唐的规矩很讨厌 不许大军进入周城辅置 没人敢违反这条 上一个违反命令的将领呢 他的人头已经挂在城头上风干了 云野检查完迎寨后 就一屁股坐在火腿旁 和自己那些喝着热汤的部下聊天 赖船风递给云野一碗洋汤 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问了出来 大帅 咱们已经离京三百里了 大帅为何如此心色匆匆 能否告知末将 我等也好共同商议一下 如果主帅是老成 或者是老牛 他是不敢问的 那如果是李静 或者是李继的话 就这一句话 他的人头就会被装在盘子里 端上来供大家欣赏 但是云野早就说过 这次出兵 自己绝不独断专行 任何事情 大家都可以商量着来 一旦做出了决定 就必须严格执行 所以赖传风才会有这样对主帅很不礼貌的举动 云野喝了一口羊汤 搓搓手 这才对围在自己身边的将领说 这回呢 我们去辽东 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高领王高建武这个人早就对大唐有着很强的戒心 我们去辽东 只有这条辽水可以利用 咱们如此大的舰队想要人不知鬼不觉的偷过城关 这纯属是痴人说梦 好在呢 辽水两岸人口稀少 高丽人只有三座城池 如果我们把这三座城池供下来 几个月之内 高丽援兵无法达到辽水河边 我们也就有了足够的时间 把这些海谷起出来 带回长安交差 在咱们出发之前 有很多的商队已经出发了 目的地呢 就是大王城 白岩城 巫谷城 如果可能南苏 墓底这两座城池呢 也会是我们的目标 至于赤丰城 严平岛 呃 这是必须要攻下来的 你们想想 我们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 区区半年 哪里做得完呢 必须抢出每一个时辰来 时间越长呢 那对我们就越有利 这就是我为何要大家千里奔波的原因了 赖船风几人掏出高丽地图 拿手不停的在上面比量 得出的结果的确让人丧气 云野说的那些个地方 的确是自己必须要攻下来的 尤其是大王城 金冠就在这座城池的旁边 想要取海谷 这座城池 无论如何都绕壁不过去的 大帅说的是啊 我们的时间的确很紧 要在最少的时间里 做最多的事情 能早出发一天 就多一分把握 末将明白了 明日就全力赶路 片刻不得千言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吵了一眼慷慨激昂的赖船风 云野扯了他一把 让他坐下 没好气的说 取海谷的事情是很重要 但是去发财的事情 也不能耽搁呀 赤凤镇是高丽的 产金子的地方 据说这每年都有五万两金子的产出 我们这次花了这么多的钱 如果连本钱都收不回来 我干嘛下这么大的力气啊 都说是苦差事 有谁知道 这里边 有无穷的利益 可以挖掘呀 赖船风没有听见 云野说什么成本之类的废话 脑子里只有五万两金子 在熠熠生辉 并且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 让他的眼前金星直冒啊 努力的直起身子 问云野 大帅 我们大唐军律 不允许我们抢劫呀 犯了军律 军中的司马可不会饶恕的 您不能诱惑末将啊 三千人马 终于艰难的出了同关 云家的商队 早就准备好的爬里 已经在运河上等待了 黄河不敢去 那里的冰面一点都不结实 驼马才跑了几步 冰面就裂开了 连马带车一起掉进黄河 冒了几个炮 就消失不见了 云野习惯性的躺在爬里上 两只手枕在脑后 看着蓝蓝的天空出神 这碧蓝的天空 云野怎么也看不够 就像是一面巨大的海蓝石玻璃 扣在了头顶上 无蛇在旁边 无聊的吃着炒黄豆 故意嚼的咯吱咯吱的 先生 您不是掉了两颗牙吗 怎么还这么喜欢吃豆子呀 也不知道好好的保养保养 说不定这牙口还能多用几年呢 你懂个什么 越是没牙的人 越是喜欢吃硬东西 就像老夫 明明已经风足残年了 偏偏游幸大发 观中的景致看腻了 想去辽东 看看白山黑水 也是人生一件乐事 前几年活得太亏 现在有机会了 干嘛躲在玉三等死啊 这一趟很值啊 不但可以游览风光 看看两军交战 最重要的是可以杀人抢劫 老夫白白拥有一身好功夫 连抢劫杀人这种事情都没做过 甚悍呢 云夜吃惊的爬了起来 看看吴蛇 说道 您没有杀过人 废话 当然杀过了 老夫说的是 那是替别人杀人 从来就没有为自己杀过人 更别提杀人劫财了 嘿嘿 娘的 想想都过瘾呢 一刀子下去 雪标起老高 然后搜尸捡财 难道这不是人家一大姓氏吗 善英在旁边接话 老先生 如果有此兴致 那不如您带着徒弟 再加上晚辈 咱们仨去高丽 那个这个都城平壤 大闹一番如何呀 高丽皇宫里 想必会有好多的宝贝 地图 晚辈特意从公叔墓先生那里要来了 咱们三个一起在皇宫里发财 这不是 这不是比杀人劫财更有趣吗 说出去 那也好听啊 云叶看着兴致浓厚的吴蛇 坐起来和善英嘀嘀咕咕的 商量怎么去平壤 有些头疼 这两个无业人士的想法 总是天马行空 还胆大包天 龙潭虎穴一样的高丽皇宫 被他们看作一只不设防的肥羊 必须得约束他们 否则捅出篓子出来 那就不好收拾了 吴蛇先生 咱们这次是大军行动 不许独自出动 身在一国他乡 一切以谨慎为上啊 吴蛇轰苍蝇一样的朝云叶白首 嘴里还说呢 出了海 那就都成了海盗了 难道还不允许我们俩 去皇宫打洒秋风 老夫穷了很多年了 小鹰还等着娶媳妇呢 你这个黑心的舅子哥 听说不少要彩礼呀 不去皇宫 去哪弄那些强家 善婴深有感触的点点头 仿佛云叶真的把自己的妹妹给卖了一样 说了不听 那就没了劝的必要了 还是躺下来 继续的看自己的蓝天白云 才躺下 眼前就出现了赖船风那张毛茸茸的脸 带着一丝羡媚 又带着一丝难为情 小声的问云叶 大帅 您说咱们这趟出去只执行十六禁令 四十八展 那不知您打算少哪一条啊 哎 卑职觉得第九条第十四条是最可恶的 不知大帅是否有同感呢 老赖 我给陛下没有明说少哪一条 那就是说明我们可以挑出来 一条合适的不执行 我已经跟你说了三遍了 不想再说了 至于详细的条例 你去问问金司马 他会给你解释的 不要挡着我看蓝天 赖船风 嗷了一声 就消失不见了 云叶终于静下心 准备研究一下 为什么白云会跟着自己走 这一奇特的自然现象 才想起这事参照物的因果关系 眼前又出现了一张胡子拉叉的丑脸 杨月明 你如果在我数三下之后还不消失 我就命军法官重责你三十军棍 等到了登州 你就给我看好大洋 不许去聊动 很有效的威胁 杨月明的丑脸瞬间就不见了 知道他们都很急 大唐辅兵一向以军法严苛撑住 李二为了打天下 军中军纪从来都没有放松过 国内打仗时啊 尽量做到秋毫无犯 哪怕是在高昌突厥 薛颜陀作战的时候 那都没有丝毫的松懈 侯军级多捞了一点钱财 就快被阎官们给喷成筛子了 如今狼狈不堪的上表 给李二解释呢 李二从来就没有把云叶 当成一位将军 也从来没有把水师当成主力 一个顽固 带着一群健壮些的士族 去高丽捣乱 那这就是他对云叶 这次行动的认知 所以当云叶说起军律的时候 他才会一笑了之 他对云叶知之甚甚 在国内借他两个胆子 他也不敢胡来呀 但是在高丽嘛 李二觉得就没有必要那么讲究了 想到李二蔑视着看自己的样子 云叶就对着蓝天呲呲牙 喃喃自语的说 陛下 这是您同意的 您也答应 黑锅由您来呗 所以啊 小子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祸如果不闯得大一些 那怎么对得起 您的尊尊教导啊 很多的爬裂划过冰面 很自然的就在冰面上 划出了两道明显的印折 马蹄哒哒的敲击在冰面上 爬里平稳而舒适 云叶被这种安详浅润的懒洋洋的 一连在永济渠的冰面上跑了十天 终于快跑到地头了 这比坐船还快呀 就这一条 全军上下对大帅的法子 钦佩的五体投体 一条被寒冰封住的道路 居然成了一条通行无阻的大道 房轩灵接到向州刺史的公文 眩晕了好一阵子 他很想抽自己的脸呢 被冰雪覆盖的永济渠 真是一条平坦光滑的大道 爬里这东西啊 早在西征突厥的时候 就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了 枉费自己日日发愁 总认为大雪延东阻断了运河 让河北和长安失去了联系 就是通讯都极为的艰难 解决的办法原来是如此的简单 还如此的有效 云叶从长安拖走了山一样多的物资 听向州刺史说 似乎还有余力 这小子的脑袋是怎么长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